哈喽,大家好 我是宜三十六道可惠的大明哥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 小翼盏包米球 在超市里面买的小翼盏 没有削皮的 千层塔 也叫罗勒 其实我们那地方叫香草籽 这种有很多 品种 比如说这种 这就是两种不一样的 很像 也是香草籽 一盏 小翼盏 漆皮 买了一斤泥球 我发现这次买的泥球特别有意思 有一条是 云色的 好像很少看到这种泥球 很少看到这种泥球 云色的 水 烧开水 放点泥球 泥球不动了 把它捞起来 把表面那种白的清洗干净 好 热锅 下油 放放 香 香 一炸 炒一下 二姜 碾压一下 稍微翻炒一下 放盐 稍微能闻到一点点香味 直接下锅 直接下锅 放一个平度就够了 好 下泥球 下水 下豆腐 下盐 胡椒粉 下生抽 一点点就好 小辣椒 盖上盖 小火煮十分钟 将香辣籽放下去 远远的就有一股香味 正正的飘来 开锅了 撒上葱花 一盘鲜香 弄滑的 液的包里泥球 就做好了 在我们的地方 这小一家香蜜 基本上是家家和夫人会种的 那个泥球呢 基本上是三间地头 不能看得到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个家常炭 很简单 但是加了这个蘿勒 也就是香炒籽 这个味道就会变得特别 很香 很特别的一味道 所以建议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 做一下 谢谢